昨天我看新聞 看到這位女士說話 過去她的言論很溫和 但這次溫和當中其實是棉女藏針 沒錯 大家記得美愛兩個女士 都比較像溫和派 不只是親華 但沒有那麼敵對 耶倫女士去到北京訪問 這個學者營 跟北京的女中豪傑談笑慎歡 吃東西 說說這個食經 很開心 接著耶倫去完北京 雷蒙多去 雷蒙多是商務部長 接著耶倫是財金第一把手 大家關係緩和了 接著雷蒙多去談生意 想著再加上習拜會之後 應該中美 其實我上兩星期講過 習拜會之後看有什麼具體行動 是真正可以令和風真正的吹起來 口頭上說話不算的 一定有行動 不過不是 看雷蒙多 出席一個國防論壇 這個列根國防論壇紀念 這個前總統列根國防論壇 那番言論馬上引起環時的回應 對 我們過去都說 布林肯和耶倫 就覺得耶倫是務實的 因為他操作整個部門 都是一些具體實務上的事 雷蒙多就更加 還記得雷蒙多訪華 整個中方大唱和風 因為很多具體商業的計劃和細節 都是他執行的 他是一個執行官 而事實上雷蒙多過去的言論 都是比較溫和 但是《環球時報》今天的社評 就說了 雷蒙多在這次的 列根國防論壇裡既要錢 也暴露了美國深層的困境 這個也有些吊詭 這叫做國防論壇 為什麼搞個商網部長去說 國防部長、白宮安全顧問那些 很正常 但是為什麼商務部長 雖然國防論壇 原來商業和國防很有關係 雷蒙多女士說出的事情 刺證了北京的中樞神經 其實習佩會之後 一定想著拆場就不易了 你鬆通綁 在半導體重要的科技元素方面 是否可以對華國的封堵 圍堵可以鬆一鬆呢 但是雷蒙多就說 要加強一半導體領域 對中國的封堵 加強 我昨天看台灣的報道說到 美國一月份有個龐大的代表團去台灣 就檢視台灣去新租科技園去看 檢視台灣的科技生產 一麥相成 即是雷蒙多的說法就是 美國封堵你 但你任何人不可以透計 即是有些廠的生產 即是現在北京都這樣想 繞道而來 正正式式的 你就不可以運過來 我們可以繞道 仍然可以買到的零件 現在雷蒙多的說法 你繞道也不行 都封你的 是的 你猜不到雷蒙多說得這麽霸 這樣強硬 固然是美國的政策 雷蒙多起初就說 是的 儘管中美存在分歧 但美國打算進一步發展 和中國的商業關係 誰不知一個溫美十 他就形容 中國是美國遇到最大的威脅 而且強調這句重要 中國不是我們的朋友 不是朋友 他雖然沒有說到敵人 又沒有說一件事 不是朋友 在朋友和敵人之間 當然有灰色地帶 但這個關鍵仍在於 為何會這樣說呢 仍在於這兩個詞 為何這麽緊要呢 香港被這兩個詞 都搞得香港變了國安 雷蒙多說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環球時報的社評就說 從雷蒙多的講話當中 中國看到三點 第一 是華盛頓在對華交往當中 濫用了國家安全的程度 嚴重程度 第二 是華盛頓對中國的敵意和惡意 這次已經不再掩飾了 第三 華盛頓在推行對華壓制 打壓政策的時候 含有困境 他說這種困境是雷蒙多自己說出來的 是不夠錢 所以不夠錢 北京說這不是錢的問題 就算你加大預算 其實都於是無補 當然 除了雷蒙多 其實在國防論壇 看看國防部長 黑巨人奧斯丁有什麼說 他已經說了 你看見一個是國防部長 一個是商務部長 但是奧斯丁和雷蒙多的講話 都是在算驗感 中國威脅並以此各為各自的部門 去爭取多預算 呈現了統一 國防部要增加預算 商務部要增加預算 那你是要錢的 但你就找中國來過竅 不過事實上 這個都不是說是過竅問題 我看見你拜登的老奸計劃 跟你握手 你又想過來打好關係 其實一切都為了選情而矣 是的 拜登的選情 近來拆開一筆講 拜登的陣營已經開始想想 如果沒有拜登是應該哪一個 但是似乎是沒有一個後備方案 沒錯 而且你真的看見 本來賀錦麗最初他做副總統 大家想想 拜登這麼大年紀 都不知道做不做完 因為有什麼問題 就是副手頂上 大家對賀錦麗 佩存這個期望 但是幾年下來 我不知道是故意壓抑他 看見他又不是有好的表現 特別在黨內 很重要黨內的民意 亦對副總統的期望不高 但看見拜登真的沒有人化了 你八十多歲 真是越老越糊塗 記載人名是一個多大的問題 連時代的人名鄧小平和習近平 這個相差隔了幾代 所以拜登輸在一個老字 沒辦法了 儘管他的經驗很豐富 但你發覺年紀大了 很多事情 你沒有了獨立思考能力 記憶又差了 經常說錯話 這樣去領導美國有點危險 所以現在民主黨陣營都很頭赤 你還說這個老將上陣 你唯有一個老將 是可以跟特朗普拼一拼 但你沒有一個年輕一點 有些人出來選 反而特朗普那邊的共和黨 他都有幾個候選潛在的 對手蠢蠢欲動 民主黨真的沒有聽聞 有些突出少少的人出來跟拜登爭 早前有一個有些人種黑利 駐聯合國的經驗 但他似乎有很多事情說到 令民眾很反感 也不像一個領袖的人才 這方面我相信有很多發展 然後看看台灣的自由時報 這次又拉到香港 我們已經說過了 上星期台股超越港股 自由時報 今天的社論 終於用這件事來講 沒有看到31年的光景 現在重現了 他形容這個叫黃金交叉 他主要是說什麼呢 當然是扔兩句香港 但是主要說到 蔡英文政府 你國民黨經常說這樣不行 經濟又不好 侯警官又說 我當初要引入很多 重啟兩岸的貿易 又說到放更多大陸學生來香港 加強兩岸等等 提振台灣經濟 自由時報說 你看看我們 台股 家權 始終過了港股 證明台灣的經濟 不單止股市上 去年台灣的GDP 人均GDP 也超越了韓國 我不是只跟你說這些 我還告訴你 你們那個國民黨 馬英九年代 你們那個全球的人均GDP 其實平歸經濟成長 是跌了2.8% 但是蔡英文年代 是升到4.8% 是高於全球的4.5% 最重要的是 人均GDP 就是衡量一個 國家的幸福指數 也很重要 台灣人均GDP 是33,788元 這是很準的 這是超越韓國 韓國就是 33,788元 美元 韓國就是33,276元 簡單來說 一定覺得 韓國的經濟很棒 但是台灣的人均GDP 我們過了韓國 正在追到日本 多貼近日本 和日本相差 只不過是1,000多美元 所以這個數目沒有騙人 當然大家會對台灣經濟有不同的觀感 台灣無可否認 很多年輕人的賺錢是困難 但是它整體GDP是大的 不過也看到台灣的經濟 有一次韓國是幾間大企業 基本上是很欠重幾間大企業 比如我上次說交權指數 當然知道當中台積店是佔比 四分一 對 27點多 四分一 一間台積店頂了四分一的台灣 所以瑞士諾桑管理學院 世界競爭排名 台灣整體的競爭力 是由2016年的第十四名 跳到今年的第六名 這個台積店的貢獻是不少的 當然那些方面會為乃清德 因為現在國民黨的勢很強 侯康培很強 一直都在砌民進黨自台北力 很多人是失業 經濟又差 看數字不是那麼差 當然到最後要扔香港兩腳 當然要扔香港兩腳 扔香港是瘦把 他說台股超越港股代表 不單是經濟上的勁比 更是政治制度優劣的鮮明對照 這個是的 他說到了習近平年代 所推行的國進民退共同富裕口號下 意圖將成功致富的商人 當成地主鬥 重啟文革2.0 而香港本來是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在中共強力的鎮壓下 實施港版國安法 鉗制言論自由之下 快速中國化內地化 在如此者般之下 自由市場和法治精神 自由時報說 香港已經不復存在 當然看見人家這樣打香港 我想反駁幾句 不過這樣我也無言而對了 拳哥 你拼幾句 看著香港人自己爭氣 你看到現在香港的種種情況 究竟從領導香港的官員來說 可不可以帶香港走出這個暴滿陰謎的環境 今天我看到星島引述 陳啟宗在電台節目的訪問 質疑香港的官員有沒有這樣的釋見 很特別 這個新聞各部都有 星島就擺在A2頂 挺重視的新聞 特別是突出了拳哥的講句 陳啟宗當她說地產市道 地產市道的黃金時代改了 她是一貫言論 都覺得很實際 其中的原因就是 批評特區政府官員 他質疑 其實我們的節目 都提出很多 過往都提出這個疑問 這個疑問 大家確實去解答 我們現在說的事情 就點到即使 這也是香港現在 一個新的遊戲規則